腾讯体育10月23日去,太阳今天客场以103比123彩败与弱势,遭遇二连百,同时这也是太阳对勇士的连续第16场失利, 壮狼艾顿本想帮太阳终去尴尬记录,他出战31分钟11投6中,罚球8罚8中拿下20分,14篮板,误助攻,但却无力改变战局,其在场正负局为尴尬的负12分,正是艾顿宣扬第一次拿下20加10是两双,但他的数据却有不少水分,其得分不少来自垃圾时间, 战皇最后时刻两把不中加措施前杀古人父马自开计三连百,爱顿紧三报口算2.5,爱顿年仅20岁,他是今年的壮秀,身高71有着出色的身体条件,即前赛,爱顿表现出彩,他跟德文布克的组合,被很多人视作下一对OK组合,常规在首战,爱顿面对独行侠拿下18分,10篮板,6助攻表现出彩, 但上一场打绝筋,他只得到5分,8篮板,被约及其好好上了一刻,今天同勇士一战,爱顿数据上有所反弹,不过他的进球基本来自于无球进攻,第二节6分54秒,爱顿底线空切,他接到队友高调球,双手空接爆口,之后,爱顿还有一次搭避击口,也是一样的套路, 利用队友突破的机会,吃饼把球放进篮筐,第四节垃圾时间,爱顿和布克打出配合,布克突破调动勇士防险,爱顿顺下接球双手包扣,爱顿成场接了6个球,基本都是来自于这种无球进攻, 自主,进攻非常少,多数时间他跟克林策卡配拉一种类型,属于吃饼型的中锋,而非可以单兵作战的超级类线是中锋,进攻这样打无力挑战永胜爱顿变成吃饼型中锋得分固然轻松, 但这也暴露出一个问题,爱顿本来被视作传统中锋的希望,在传统中锋越见是威的时代,爱顿被济于后望,他有着不错的低连技术和运动能力, 在小球时代,如果他能展示这些能力,他有望跟勇士,火箭之中打小个阵容,的球队制造很大麻烦,但从今天太阳同勇士一战来看,爱顿距离那一天还有很遥远的距离, 开场之后,勇士派出了琼斯单防爱顿,虽然琼斯的天赋远不如爱顿,可是琼斯毕竟在NBA已经打了两年时间,积攒了不少经验,爱顿在他面前没有太多优势,爱顿很希望持球在地位做文章, 但是他无论面对琼斯还是下盘稳定的德雷蒙的格林都打不动,根本无法通过被深运球杀到篮下出手,爱顿做不到这点, 他对勇士就根本行不成杀伤,勇士惧怕的是霍福德、恩比德这种低微技术出色,能连加到篮下冲击篮框的内线,爱顿做不到这点也就无法逼迫勇士改变防守阵型,勇士可以肆无忌惮使用小个阵容, 他们甚至派上了杰雷不可去对位爱顿,要跟不把爱顿的篮笑强攻放在眼里, 倘若爱顿内心要到很深的位置,勇士干脆将他纵上罚球鞋,防守太差,难怪文彼得看不上当爱顿被踩, 杨勇掌签选中,很多人拿他跟乔恩比德对比,但文彼得一直很反感这种对比,他承认爱顿能成为很好的球员,但他并不认为爱顿的防守,可以跟他相提并论,太阳上下一直维护爱顿,称他可以成为很好的防守人,但爱顿迄今为绝,并未展示自己的防守潜力, 爱顿身体素质出色,但他的篮下保护并不牢固,面对杜兰特,库里的轮番冲击,爱顿难以招架,爱顿现在也尚未展现换防外线的能力,这是联盟在当今内线的新要求,如今各队都在采取换防,那些做不到这点的传统中锋要么淡出联盟,要么只能拿一份低价合同,爱顿在防守端明显经验不足,防守意识也不得位, 防守端他经常看球不看人,向篮板时只抬头看球,却没有去假位,被琼斯等人轻松杀入篮小完成补扣,当然,爱顿还年轻,他还在飞速进步中,现在的势力是他成长路上必须要尽力的, 在接连领教的小乔丹,约一基奇,格林夹琼斯这些不同类型的内线的威力后,接下来爱顿或许会积攒经验好好总结,拿出更好的表现,终于达到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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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